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练习右手的机型伴奏 首先你得回这个节奏型 5-3-2-3-1-3-2-3 接下来我们把第一拍给它进行一个微弱的变化 把这个5-3给它弹成5-4-3 5-4-3-2-3-1-3-2-3 然后我们给第二拍进行一个微弱的变化 5-3-2-3-2-1-3-2-3-5-3-2-3-2-3-1-3-2-3 然后是第三拍 5-3-2-3-1-4-3-2-3-5-3-2-3-1-4-3-2-3 接下来是变化第四拍 刚才我们的示范只是变化其中的一拍 你也可以尝试把其中的两拍都给它变了 比如说第一拍跟第四拍都给它变了 如果你想要增强伴奏的律动感 还可以尝试把其中的任意一个小叉子给它换成拍弦 看示范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奏刚才比较难的话 也可以从5-3-2-3-1-3-2-3的基础节奏形上进行拍弦的练习 拍弦的基本功掌握好之后 你就可以在任意的地方去加入这个技巧了 第一拍也是可以的 5-3-2-3-1-3-2-3-5-3-2-3-1-3-2-3 当你把右手的这些节奏形给它玩转之后 还可以在左手的和弦上给它增加上一些激勾弦的技巧 如果不考虑左手的和弦加换的话 其实刚才的节奏特别的简单 就是5-4-3-2-3-1-3-1-2-3-5-4-3-2-3-1-3-2-3-1-2-3 总之这节课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大家打开学习节奏的思路 OK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在学习的不要忘了关注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跟着我学习的其实很简单 咱们明天见